在这段采访中 蔡英文成为了台湾几十年来 首位公开承认台湾境内 有美国军事人员的总统 她的做法激怒了北京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从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 一时间 中国境内武统声浪高涨 相关内容涌入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而分析人士认为 蔡英文只是挑明了一个 各方早已心照不宣的秘密 这一年来 整个台湾台海的局势是比较紧张的 中方美方还有台方在探测对方的底线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蔡英文把这个已经是公开秘密的秘密 给捅出来了 过去我们都是相对比较隐晦 就心照不宣 这次由蔡总统来讲出来 北京方面必然就需要有回应 美方有军事人员在台湾这种讯息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公开的秘密吧 但没有错 这是第一次台湾的总统公开了在国际的媒体上面 就是说确实有一些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 算是发出一个讯息了 一个信心喊话 专家表示 美方在台军事人员不会影响台湾的国防政策 也不会对两岸现状造成太大改变 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会大幅上升 国内的这种民族情绪它的那个操控性其实空间很大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中方北京那边会用多久的时间把这个问题降位 海峡两岸军事高层应该大家都心知肚病 也不会随着这个网络的反应去起舞 说打仗并不是那么容易 基本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大概有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类似我们一般理解的售后服务 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以后关于维修 另外一个区块就是美国的军事人员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相对比较低阶 然后不会碰触到我们的国防政策军事战略 或者是联合作战指导这一类的都没有 北京也理解这些人到台湾来 他既不会改变台海现状 也不会造成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 过去一段时间台海紧张局势持续加剧 中国大陆不断派遣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10月两岸领导人隔空喊话 习近平重申坚持两岸统一的立场 而蔡英文则强调绝不会走向中国设定的路线 专家表示相比推测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方面正在采取的策略更值得关注 我们其实需要注意的不是只是这些军事的提升 或是策略的提升 而是已经实际在执行的战术 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灰色战术 那这个灰色战术除了就是说军机 一直飞到台湾所称的防空识别区以外 还有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资讯战 假讯息 网络攻击 恐吓 心理战 他想要做的是炒作讯息 炒作言论 想要就是说还没打仗开始 就把台湾的明星或是国际友人 想要支持台湾的动摇 台湾陆委会今年9月所做的民调显示 85.4%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维持现状 对此 专家表示 维持现状对相关各方都是最有利的选择 当然这个所谓的status quo本身 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不动的一个情况 有两条线 一个是上线 一个是下线 就是在这上下线中徘徊 有时升温 有时降温 只要维持在这个band当中 我觉得对整个区域也好 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好 其实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我们一般乐听大众来讲的话 所理解的就是所谓的现状 就是台湾没有法理上的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无法统治台湾 那么海峡两岸没有开打 台湾人民根本不喜欢打仗 所以他们所在民调中间所显示出来的 维持现状 就是大家好好过生活 未来台海安全形势 仍将是地区各国的关注焦点 台海局势的发展 也将给澳大利亚和世界安全带来影响 就台海问题上面 已经博弈了70多年 80年 他们能掌握那个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坎贝拉如果他愿意介入的话 其实这个是个很大的顾问 不确定性 因为整个台海局势是一触即发 一旦有出现任何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的因素存在的话 它很容易形成导火线 导致整个东西一发不可收拾 台湾的安危跟未来 其实也是牵扯到澳洲这边 自己的军事策略跟安危 因为澳洲已经很明显的 而且多年来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就是他希望一个 在亚太地区是一个强大的美国带领 民主自由的国家 这个是很明确的 阿克斯也是证明这一点 就是说澳洲已经是all in 基本上全部都all in 就是放在美国的一块 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要怎么提防战争发生 而不是说怎么样去打这场战 我们应该是大家乐意见的 就是说没有人会发第一个子弹 或第一个飞带 而开发一个可能无可收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绝对不是任何人想看到的状况